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.2021-22赛季,常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落幕,常规赛排名悬念揭晓答案,附加赛对阵情况出炉,季后赛,有四组对决确定。 绿军锁定东部第二,熊鹿收轮斗公牛热火,早早确保东部第一,东部第二至第四的具体排位,在收官日,揭开谜底,凯尔特人立行灰熊,熊鹿输给骑士,76人,八掉活塞,三队同为51,胜31负。 根据排名规则,三队战绩相同,先看分赛区第一,熊鹿,是中部赛区冠军,凯尔特人,与76人,同处大西洋赛区,两队本赛季交锋,各取两胜,凯尔特人,对大西洋赛区内,球队战绩,九胜七负,好于76人,六胜十负,绿山军,拿到分赛区投赢,76人,却并动作第四。 凯尔特人,与熊鹿的排名PK,要复杂很多,两队本赛季,交手四场,各拿到两场胜利,都是分赛区冠军,对东部球队,都是33胜19负,对东部纪后赛,球队都是10胜8负,比到对西部纪后赛,球队胜率情况,才见到低,凯尔特人,是7胜5负,熊鹿,是6胜6负,绿山军,对西部纪后赛,球队成绩,更好排名东部第二,熊鹿第三。 东部第五猛龙,与第六公牛的排名,已经提前确定,东部纪后赛,两组对决明确,第三熊鹿,将在首轮碰撞公牛,第四76人,首轮对猛龙。熊鹿本赛季常规赛战,公牛4胜0负,76人,本赛季队。